刚刚,冰雹来袭,杭州连发暴雨、雷电预警,今晚有短时暴雨,明天高温依旧,渔航发布了冰雹橙色、暴雨橙色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。 临安、铜炉分别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黄色预警信号,处主城区和萧山外,各区县均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。 另外,渔航气象台连发5个预警信号傍晚到夜里局的还会有强对流天气。 渔航气象渔航区气象台2020年7月29日14时53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,受强对流云团影响。 我去西部山区百丈,卢鸟已经出现短时暴雨,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去部分阵阶仍有短时暴雨。 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和城乡激烙等次生灾害。